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调精养颜新中药 神威牌似物合计对本栏目的赞助播出 来得晚我不怕 来得少我也不怕 神威牌似物合计养血调精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 似物汤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神威牌似物合计 你还在为年龄越来越大 却还一直单身而烦恼吗 扫描二维码 注册凡人游喜会员或拨打 日线电话8805-8805报名 重庆本地十年品牌 口碑保障 十万本地优质会员 百分百实名认证 高达80%的匹配度 总没有一个属于你 想相亲想脱单 就来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媒体官方唯一指定的 专业婚恋平台 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就能免费注册体验 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VIP会员 免费相亲 免费找对象 拨打8805-8805 还可获专业红娘的 一对一相亲服务 精准定位你的爱情 在重庆想脱单就立即扫码 加入我们凡人游喜婚恋服务平台 幸福就在这里等你 凡人游喜 相亲开始啦 周一到周六 每晚八点 真诚相亲 绝无作秀 欢迎播打热线电话 8805-8805 凡人游喜 我们等你 她是凡人游喜的老朋友 几个月没见 感觉是最近生活过得太滋热了 凡人游喜 回乡亲为何走舞要求变低了 降了一点要求了呀感觉 对她 一号男嘉宾为何中途离场 无可他无可他无可 二号男嘉宾的体贴能否打动女生 来 OK 相亲现场为何女嘉宾惊叫不止 我决定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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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那个女孩的方心估计被我朋友的剑给射中了吧 女嘉宾的方心暗许 把主动权交给了男嘉宾 最终男嘉宾会如何选择 凡人游喜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欢迎游喜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经典名方 新中药 沈威牌四五合计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计 一杯药酒 百草香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味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将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药消浓郁能治病 滋不养生 福寿长 光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有喜 我是相亲特派员约翰 好 那现在呢 约翰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分享一个事情 我们的情绪 也是受到这个事情的影响 有些波动 是我们原定的男嘉宾 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事情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样 我们把时间 回到两个小时之前 看看我们现场发生的事情 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就愿意上节目吗 我晓得 我晓得 我们全部 主持人 摄像师 全部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而且当时是你愿意来的 你说了愿意来 我才安排的 好吧 这是发生在凡人有喜拍摄现场的一幕 眼前的这位男士和编导约好 上凡人有喜相亲 到了录制现场 录制完个人情况采访 还没等到和女嘉宾见面 去了一趟洗手间出来 却突然提出终止相亲 刚才我看你上镜也表达很大方 很有清晰 很帅气 很帅气一个小伙子 你在乎你的朋友的意见干吗 你自己没有一个组件吗 你都自然 我有一点害羞 我太害羞了 我可能不适合相亲 好 这样子吧 我建议你先跟我们主持人聊一下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你去走吧 没关系 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 31岁的成年人 最起码的人际消往 应该要知道 我前期已经跟你沟通好了 是吧 是 你第一次跟我闻过 我原名三年过 但是跟我想想当中 区别有点不一样 什么区别吗 你想象的是什么 你觉得区别在哪里 很小的 好的 我今天还没有正式地跟男嘉宾见面 还没有跟你初步地了解 你就说你要走了 今天我们的男嘉宾怎么回事 考虑一下 考虑清楚 我考虑清楚 我跟他不走 那现在我们男嘉宾是已经离开了现场 把我们所有人都丢在这里 而我们女嘉宾也正在赶来的路上 那又来了之后又怎么交代呢 那对于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 约翰在这里真的是要非常严厉地 跟大家说一下 以后来参加我们节目的男女嘉宾 自己首先要想好 第二呢 也是对你自己负责任 好不好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真的是棒呆了 一上节目先录了自己的个人采访 然后就是 哎呀 我不录了 我不录了 哎呀 我不录了 我要走了 我的朋友所长发现游戏 好黑的呢 好小的呢 你真的是个戏精 你上凡人游戏不知道要上电视的吗 你几十岁的人了 第一次知道我们的节目 是这样一个表现形式吗 我跟你说 你那个朋友说 黑小人 我觉得掉了不小人 你来到不上节目 那才真是黑小人 你浪费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 你心血 除了男嘉宾这种情况 还有一种嘉宾 我也觉得非常的令人发指 就是跟我们的编导 约好了时间 约好了地点 第二天全队人马去了 然后这个嘉宾呢 不接电话 拉黑编导 玩消失 我郑重地提出批评 大家每个人都应该遵守 基本的一个诚信的守则 你的时间是时间 别人的时间也是时间 你们这样做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如果你们还有良心的话 好 闲话少说 我们还是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嘉宾 都像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这样的素质 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 高素质的嘉宾 能够加入到我们的 凡游戏当中 一号男嘉宾离开现场过后 女嘉宾却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先来认识一下她吧 你好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 是我们凡人游戏的老朋友了 还是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 这个也就是几个月没见 感觉是最近生活过得太滋润了 大家好 我叫杨阳 今年二十五岁 很高兴又来到凡人游戏 来一档期节目 在三八年的时候 我已经参加过了 然后我跟男嘉宾 是牵手成功的 但是在先下一次 就是我们两个 不就是性格的原因嘛 没有就是聊到一起一起 本期交由女嘉宾 杨阳二十六岁 身高一米五五 职业广告销售 月收入五千元 婚姻状况未婚 其实我知道你一直 在这个物质条件方面 要求还蛮高的 对吧 有房有车 咱们月收入还得上万 这一次来到凡人游戏 也是要跟以前的 这个择偶的要求一样吗 有没有一些改变 我觉得从车有房子 其他的话 只要脾气好一点 就这种感当当 然后工资的话 反正都是在 五七千块钱一赏都可以了 降了一点要求了呀 感觉 我没看到 以前是必须得有个车 太差的还不行 所以现在的是 更务实了 对 是吧 因为毕竟现在脏胖了 脏胖了这个要求 都低一点 对 现在我找男朋友的 一个要求和标准呢 都是第一个脾气和性格 相当于是两个人要喝得来 然后就是说 像之前说的 有车有房 然后工资要月薪三万 也重要 我觉得是当地可以去 降低一下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性格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房子肯定是要有 然后车子有没有 其实都还 大家两个人还年轻 还可以一起分的 那么工资的话 基本上在五五千块钱 一涨都亏了 女嘉宾的择舞要求 一 性格脾气和得来 二 有房子收入五千以上 那今天呢 有个情况 我要先跟你说声抱歉 就是本身 我们的原定的嘉宾 他其实来到现场了 个人的采访也做了 介绍也做了 还跟我们聊了一会儿 结果突然 他就跟我们讲 不想录制了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们都是懵的 而且我们劝了很久很久 他还是决定 毅然地离开现场 把我们全都丢在这儿 所以特别抱歉 这个事情 先跟你说抱歉 本来我在来之前 然后编导跟我说了 李斯一个 做批发的一个男嘉宾 然后他就说的 单子比较小嘛 在我来之前 他已经走了 我觉得这种男孩子 不是很心 然后我觉得 既然奶都来了 买到大单一次嘛 然后走了 给我的感觉 还是有点死了 但是呢 尽管如此 我们凡人游戏 也是一个 很负责任的节目 那么我们编导呢 正在为你联系 弥补我们 这一个小的失误 当然要用 质量更高的男嘉宾 来弥补 那这样我们就 一会儿编导联系好了 我们就把男嘉宾 也交到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来跟他见面 好不好 好 好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天哪 妹子 我真的是眼睁睁地看着你 越来越胖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你 看起来还真的挺有范儿的 也比较漂亮 要求呢 也很高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十几万的车 是入不了你的法眼的 对另一半 有很高的要求 但是呢 你每来一次节目呢 就胖一圈 然后这个择偶要求呢 就低一层 到今天 已经到了完全不挑的程度 你说你这是何苦呢 我们为什么不 hold住一下身材 然后保持一下 自己的这个择偶条件 坚定一下相亲的初心呢 你看看 今天条件已经是 越来越随和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男嘉宾 是哪一位 经过编导的紧急联系 我们重新帮女嘉宾 安排了一位男嘉宾 来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叫威华 前今年26岁 身高1米80 现在在一家 做工业地产的公司 当总经理助理 年收入大概在 10到15万 目前呢 我是在宇北 有一套自己的住房 然后 目前是爸妈在住 我自己平时工作比较忙 然后也没时间回去 然后车呢 目前还没有买 因为还没考驾照 除了忙碌的工作之外呢 我平时的娱乐休闲活动 就是唱歌 射箭 还有爬山 因为以前的一些工作原因 可能现在体型看起来 比较臃肿 但是在未来的时间里边 我肯定会 把自己的身材管理做起来 本期就有男嘉宾 威华前 26岁 身高1米80 职业 总经理助理 年收入10到15万元 婚状况 未婚 外形高大魁梧 喜欢运动的威先生 有过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我之前呢 有三段恋爱史 三段都挺简短的 不是特别长 但是每一段感情经历 对我来说都是一段成长 我目前的择偶要求呢 是身高在1米55到1米70之间 体重的话不超过120吧 有自己的一份稳定的工作 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有一定的上进心 然后对父母要有小心 男嘉宾的走要求 一 身高1米55至1米70 二 体重不超过120斤 三 有稳定的工作 有上进心 四 孝顺父母 好 看一下今天的男嘉宾 高高大大的180 而且头天呢是加了班 今天呢听说我们节目在录制 于是就赶过来了 这个脸色看着呢不是特别好 不过小伙子的这个态度特别好 性格也非常的随和 要说的话 我觉得男嘉宾也是一个帅哥来的 你看他射箭的时候 真的是阴气逼人 非常的帅气 但他跟女嘉宾两个人 都是被胖毁掉的 我觉得今天如果两位牵手成功的话 真心希望你们组成一个健身组合 跟这个肉肉做一下斗争 恢复一下你们两位 本来就很好看的胭脂 今天是有福气了 杨阳 一来你看就来了两位嘉宾 往我们的右手方向看看 一个呢微胖一点点 一个身材苗条一点 你喜欢哪一款身型 我在看眼 啊 眼儿笑得笑得是谁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是吧 反正有喜就是这么大气 优势的嘉宾太多了 来 偷偷告诉我喜欢哪种 我就得打造个微胖的爱 喜欢微胖 是因为自己现在 自己身材长了一点 我也觉得 所以长个微胖的 才hold得住是吗 这个叫丰满啊 是有福气的象征 所以你初判是微胖的那一位 是不是 估计死 喜欢这种给你带来踏实的感觉 那这样 既然呢你自己判断 是微胖的这一位 你过去主动问问他 看他是不是 啊 我要过去问呢 你可以说过自己去搭讪呢 好尴尬哦 去揭晓答案吗 今晚你是不是接着你男嘉宾 他不会的 你觉得是 女嘉宾这位还是我们 女嘉宾猜测是你 但是呢 我没有跟他讲 到底是谁 所以两位自己来揭晓答案 恭喜女嘉宾答对了 恭喜你答对了 有没有奖励啊 好像没有帮忙躺 其他的呢 现场 现场来点什么奖励 一会儿弥补好吗 嗯 好 一会儿再补上 你想不想知道 为什么他会觉得 那么坚定地觉得 你就是今天的男嘉宾 可能是身材吧 为什么 为什么会说到身材 因为走在茫茫人海中 像我这么身材 这么庞大的 明显是吗 对 突出 一眼就认出来了 突出 女嘉宾说 如果按照我以前的身材 我肯定选择旁边的这一位 按照我现在的身材 我就要选第一 这个理由一点毛病也没有 看到男嘉宾的第一印象 就感觉这个男孩子 胖嘟嘟的 很可爱 感觉很可爱 然后感觉 其实应该还可以吧 这次 那现在我要问一下 亲友团了 你觉得 他们两个搬不搬配 我觉得让我朋友抱起来 做十个深蹲 因为他平时比较学味道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你是想让他现场减肥吗 对 你请的什么亲友团 随家省友 我相信他有这个实力 因为昨天 昨天晚上工作了一个通宵 到现在还没有休息 可能说体力活动的话 会比较吃力 接下来怎么安排我们的相亲吧 安排好了 接下来的相亲 也是一个好的回馈嘛 对不对 对 要怎么安排 我觉得接下来 我们可以先到旁边坐下 沟通一下嘛 做个初步了解好吗 嗯 好 你好 男嘉宾 我是今天来相亲的女嘉宾 叫杨阳 今天26岁 你今天好多岁 我也是26 你几月份了 七月份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魏 我姓魏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目前公司是做工业地产的 和制造业投资的 感觉比较冷门一样 是不是 比较冷门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平时自己工作忙完过后 一个人是听歌 爬山 射箭 射箭啊 嗯 还有女马球 哦 还是比较喜欢那种 服务爱情的那种是不是 嗯 对 哦 算了呢 像你对你的 就是你的对象 有什么要求没的 嗯 现在对对象的要求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外表和张相哈 和身材哈 我觉得没得还是 还够多的要求 所以我心里是 站到最重要的一点 然后的话都是 吃药的话都是说 一个自身的家庭条件 和背景来说 好 就是差不多了 我觉得有些事 看过那个想哈 你如果说现在那种 条件很好的哈 或是那个样 我觉得 对于说结婚来说的话 那种不是很有安全感 可能也是自身也有一定的原因 然后然后反正都是感觉自己还是很不安心 很不踏实 就是说找一个踏踏实之类 就是说过日子之类都行了 女嘉宾之前一直想找一个经济条件好的男士 但是现在因为自己长胖了 却已经改变了这种想法 觉得条件太好了反而不安心 想找一个踏实过日子的男士 他也想知道男嘉宾有什么走要求 我的理想性 我的理想性 身高是1.55到1.7 哦 之间 哦 然后体重是90到120之间吧 90到120之间 哦 什么 然后 嗯 第三个就是他的三观 三观 第一个价值观 必须要征求 哦 因为价值观代表了一个吃价 就是说是不能吃价的基础 那什么叫价值观呢 在里面看呢 比如说平常的消费价值 你意思是消费观的吗两个 对 消费观是价值观里面的一种嘛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人生观 人生观设计得有点光哦 人生观实际上就是很简单 我希望的都是这个女生 自己要有一定的上进行 哦 对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都在长道独立旅行 现在越来越 很多旅行来都还是比较独立 经济独立啊 哦 然后再一个就是 他的道代观 对头 人平时所有 就是说一个人最急促的急促 应该是算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吧 对 我跟他聊天过后 我跟他那个交谈期 我觉得还是比较融洽 然后游戏地方啊 还是有一个想死点在一面 反正总体感觉还可以吧 欢迎游戏 我们等你 专为女性打造的调精养颜 经典名方 新中药 神威牌四五合计 源自千年经典调精名方 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 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 调精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计 一杯药酒 百草香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 始于一七三九 精选六十七味道地药材 经过六百七十一项治检把关 将心传承二百八十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 药消浓郁能治病 滋不养生 福寿长 光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在两人交流的时候 男嘉宾的金友团 已经去买好了奶茶 太客气了 今天男嘉宾 你感觉怎么样吗 看起 我感觉还是可以 感觉还是蛮开用的 天然挺好的 我觉得你们可以 继续再聊一下 我也感觉还不错 确实还不错 我们注意他穿的鞋子 如果穿的高跟 还是那样的话 可能都有点 有点不能接受 我就是说对面身高差多好 毕竟还有能够 强调到一个交小块 一个名字就来拿好 对不对 不 因为人 因为找对象还是一辈子的事情 你要想到去 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后的事情 如果再老了过后 那个身高差是会有生活上的一些不变的 你觉得如果他没穿高跟海可以接着 如果穿的高跟海比就得早有海了 就是说一米五五如果说不穿高跟海 假如穿上鞋子的话应该在一米五七一米五八左右 这种高度是可以的 刚才聊了还需要更多的了解吧 对 因为目前只是两个人都在表达自己 自己对自己的理解 而并不是他对我或者我对他的理解 来 这样子的女嘉宾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一个人在旁边吃得那么香 然后让我在旁边流着口水 我可不敢吃你这个爱心鸡腿 通过刚刚的了解 你看男嘉宾也非常的细心 发现了女嘉宾是没有吃午餐就赶过来了 所以亲友团也很给力 去买了奶茶 男嘉宾去买了这个炸鸡 吃得可香了现在 长得冷 我都观众辞职着抱一些 我看你挺好意思的 男嘉宾的这番心意 暖到你 暖到了 你没了你天暖到了 好暖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另一半一定是找一个要知冷暖的人才行 你饿了 他知道你饿了 给你弄吃的 对不对 你冷了 给你五五脚 五五手 这样才叫知冷暖是不是 然后他现在 你看吃的头发上都有了 不放他弄一下吗 怎么样 好看 一根啥子 一根啥子 这样才是非常接地气的 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对不对 谢谢你丞相 给我们这么真实的一面 好 那么男女嘉宾见面之后 我们男嘉宾对女嘉宾的外形 还是有一点意见的 首先是身高 可能女嘉宾的个子确实不太高 没有超过一米六 另外就是女嘉宾今天的状态 也是一个素颜 没有化妆 没有洗头 那么虽然男嘉宾是加了夜班赶过来 但两个人这么一对比 还是会觉得女嘉宾的颜值 是略有一点差距的 那么男嘉宾在觉得女嘉宾 不那么漂亮的时候 她的反应是什么呢 还是很有绅士风度 她的亲友团是给女嘉宾 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 都去买来了奶茶 而男嘉宾听说女嘉宾中午没有吃饭 也是马上就去给她买吃的 就是不管我相亲的这个对象 我现在对她的感觉 是不是特别好 那么我作为一个男士 我的身世风度是很重要的 所以男嘉宾和她的亲友团 在这些环节上 是做到了很高的分数 接下来要怎么安排呢 让女嘉宾体会到更多的 想走进你的这个生活 接下来呢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射箭 然后这旁边有一家射箭馆 然后我想的是带女嘉宾去体验一下 我平时的演艺活动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必要 提前来感觉一下 互相的这个兴趣爱好 看能不能够融入 吃饱了 喝足了 运动运动 正好消消神 可以去吗 可以 好 我们一看看男嘉宾的风采如何 男嘉宾在这儿见的时候 我们女嘉宾一直在旁边说 我好怕 我好怕 怕什么 我怕怕 我很脏 真的吗 我不帅吗 挥舞着剑 这种体型就给人一种安全感 对 心丧不满 可以 从你的笑声里面 其实我听出来来是蛮欣赏的 而且这样的男朋友 带出去也辈儿有面子 辈儿有面子 你觉得呢 对 还可以 不想跟他上手学一学吗 我害怕怕我 把自己弹到 把自己弹到 对对对对 刚刚才吃了一个鸡腿 又喝了一杯奶茶 一定要消化一下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男嘉宾 这么好的一个技术 也一定要跟身边的人分享 愿意去教教女嘉宾吧 愿意 愿意 好 我相信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学生 我会吧 但是首先要克服他心理障碍的问题 怎么让他不害怕呢 其实射箭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心要静 我现在心里吵得哄哄哄哄 不是因为见着男嘉宾心哄哄哄哄的跳 因为马上就要尝尝那个了 我也都好 把你把那边保在怀里面 我们的亲友团真的 太肥了 他保不起 不是 不是 他把你用在脚里手把手里脚 对 亲友团来示范一下 不是 我是说 我是说你要展现给女嘉宾看 对对对 你示范一下 我们女嘉宾才知道怎么 对 哎呦 你们 亲友团总是给我们惊喜 真的 你来得太对了今天 可不可以 手把手的交 交一下 交一下 来都来了体会一下 其实没有接触过这个吧 没有没有 对呀 那么新鲜的东西尝试一下 我们有点紧张手来看 我说 我说 你把你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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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害怕 你练了一个 身上的女孩 对 然后 我喜欢你 哎呀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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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来 我喜欢你 你喜欢你 對 蛤 現在怎麼說 現在怎麼說 快說 然後我吃飯 咬爽 蛤 咬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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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層次推過來 層次推過來 然後 你這時候往前推 你這時候往前推 你這次往前推 咬爽 請摺身 你前方不要拼過去 需要收骨著的行動 好 然後前推 好 前推 前面推 前面推 好 咬爽 咬爽 所以 裡面的這時候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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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统织不错啊 没有 还没摆到那个前腿上去 我觉得我说好软 我不像镜头上把子造型 很好看到 我说很帅 很帅气 你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你知道吗 软 我很软 评价一下你的这位教练吗 还是蛮贴心的 我觉得很软 很软 很贴心 经过这一轮的互动 现在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好感度 有没有增加呢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这位女性打造的条金养颜 经典名方新中药 神威牌四五合剂 源自千年经典条金名方 四五汤 专制女性月经量少 推迟等病症 每天三支 条金刚刚好 记住了要呵护女性经济健康 请用神威牌四五合剂 一杯药酒 白草香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 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味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匠心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 药消浓郁 能治病 滋不养生 福寿长 光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刚刚跟男嘉宾这一轮的互动 其实看着我们在旁边 也觉得挺好玩的 自己感觉怎么样 就得到现在位置 对 感觉我以前都还紧张 很熟悉 那我预测一下 最后有可能会牵手成功 光爱不笑男嘉宾 想法是啥子 最好是 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那人家选你才选 人家不选就不选吗 你自己 我好意思觉得还好 现在给你个十分的满分 男嘉宾打几分 想跟他一分 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打九分吧 十分也挺高了 还好 那一分是为什么不给满 因为我也不知道 别人的想法是啥子 所以说先给个九分吧 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印象 越来越好 打出了九分的高分 她也很想知道 男嘉宾这边 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她们今天相处下来 我觉得她们两个性格 都还蛮合适的 包括今天的浮动啊 或者射箭呀 我感觉两个都蛮合适的 那个女孩的方形 估计被我朋友的箭 给射中了吧 说比特之间是吧 李嘉宾带给我的感觉 第一个 她是一个非常直率的女孩子吧 对 然后其实在她的作为条件 并不是描述的特别清楚 所以你现在内心 这方面是有顾虑的是吗 可能第一次见面 大家都比较紧张吧 我觉得对一个人的了解 不是这一时半会可以 可以琢磨透的 在更多的交流过后 然后才能做出更正确的判断 当大家都看好两人的发展式 男嘉宾心里 却还有几个问题 需要了解清楚 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 需要去了解吧 首先第一个她的家庭背景 人际关系 还有工作的发展路线 还有她自己的一个人生规划 这些都是我需要去了解的 我觉得你现在才完全冷静下来 第一轮的聊天 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 就刚刚那几个问题 如果说我跟李嘉宾之间 再进一步地沟通一下 那我心里应该就比较稳了 非常好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相亲的 重要的态度之一嘛 是吧 既然男嘉宾还有疑问 那就安排两人 再做一次深入的交流吧 因为今天一下午 从你过来过后 其实一直都看着 在打电话发信息 不知道你平时工作时间 是能安排的 我一般人在手机上工作的事情 比较多些 然后很多公司 都要通过微信来完成 有没有一个工作时间短短 也有 但是看那个看情况 因为有时候可以不遭到 我老师都要 你得回校 夏天都要联系 做啥 就是说 目前 就是你的家庭 北京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 原生家庭的一个情况 我老家是别人 然后父母都在老家 然后就是 相当于没有上班那种 你的父母在你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 就是说 但是你父母在一边的话 他们会有哪一些要求啊 有没有的 他们是对我很好的那种 对我好 然后很心疼我的那种 他们肯定都喜欢 希望是那种 条件也还好那种 也不是说很好嘛 只是说 大家都是来自 平凡家庭嘛 就只要对得起都行 了解了女嘉宾的工作 和家庭情况 男嘉宾又问了一个 很实在的问题 如果说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你理想中的计划是在 纪念之内结婚 或者说要玩的那些 我呀 就是 因为毕竟年龄 都不太小了嘛 然后就刷个年 就明年 到一年吧 一年吧 一年吧就是 我就可以考虑结婚了 至于小孩的话 说稳定了 过后结了婚都可以要 你心里面的那个稳定 是这里那种状态 就是大家两个感情 都谈得差不多了 然后 我感觉大家都 比较是对的人了 都可以了 嗯 现实情况 也 现实情况 因为 对 其实 我觉得 房子跟你要有 车子的话 本来是什么 消耗性 回后 都在慢慢 再考虑那些东西 但是工资 我不晓 我到现在不晓得公司 一个月好多钱 你说我吗 哦 哦 我一个月 一万到两万之间 他在那种很稳定的吗 还是在那种 稍后不低 急速做一万吧 相当于低薪是一万 低薪是一万 然后 总和的是一万 一万到两万之间 男嘉宾现在月入过万 工作稳定 这一些条件 都是女嘉宾以前很看重的 女嘉宾 你可要好好的 把握机会啊 像今天 你跟我结束过后 给我一个评价吧 外在 就是说 没得很大这个差距 因为我现在 从事上碰到 因为 之前来录节目 稍微要比现在 看起 手那么一顶丢丢丢丢 是感觉各方面 都还好嘛 因为毕竟也是 也是通过两个短的时间 录制这个节目 都还 真体感觉都还 还可以 虽然相亲之初 我们的男嘉宾 对女嘉宾的这个 外形颜值 不是特别的满意 但是呢 他也表示 一个人的内在如何 是需要用时间去了解的 于是他们俩 有了这个聊天的环节 那么在这里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画个重点 这些相亲问题要考的 你看男嘉宾问的问题 每一个都在重点上面 如果大家相亲的话 记住这些问题 能够帮助你快速的了解 对方的情况 比如说你的工作 你对职业的理解 或者规划 然后你的家庭情况 是怎么样的 因为家庭情况 家庭环境 它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性格 还有就是一些观点上的看法 比如你对稳定 这个词是怎么看的 你对于消费是怎样理解的 你的每个月的消费观 是怎么样的 这些东西其实非常 能够影响两个人的相处 甚至会影响到 你们的感情的走向的 那么男嘉宾的这些问题 都在点子上 女嘉宾跟他这番对话以后 对男嘉宾的好感度 应该是更多了 因为觉得这个男的 真的很靠谱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一杯药酒白草香 治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味道地药材 经过671项治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选红毛 药香浓郁能治病 滋不养生福寿长 光爱爸妈少不了 百年红毛品质如今 好那这一轮的聊天 就显得非常的理智客观了 也深入到了一些 涉及的比较现实的一些问题 这一轮聊天完之后 感觉如何 嗯 我觉得我跟他之间 还是先从朋友做起吧 嗯 那了解完之后 还是觉得 可以仅仅牵手成功 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我对牵手成功 这个定义有点模糊 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牵手成功呢 就是你们两个人 今天要有一个决定 要不要就是 互相留一个信息 在私底下再进一步的接触 如果说不成功的话 是电话什么的都不要留 哦 大家就缘分 止于凡人有喜就可以了 哦 如果你还想继续再进一步的去了解的话 就要牵手成功 哦 那我明白了 其实我是觉得 认识了做个朋友 就是说先从朋友做起 都没关系 这个话你可以跟李嘉宾说一下 就是说先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他 但我们需要有一个仪式性的过程 就是这样而已 可以吗 好 经过刚才深入的了解 男嘉宾最后会如何决定呢 好 那今天呢 两个人经过 从最开始的 这个有点开心兴奋的状态 到后面非常理智的 做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 我相信内心都有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 是吧 大家看看 我也想让我们女嘉宾看一下 其实男嘉宾现在是满脸疲惫的 就是因为工作 昨天基本上没有休息 今天还为了来相亲 前面耗了那么多的体力 我们最后的这个仪式感 就减免了 我们简单一点 那现在根据呢 我之前的了解 我的判断呢 现在我们女嘉宾内心已经有明确的答案了 男嘉宾基本上也有了 是吧 现在恍恍惚惚的 但是我要把选择全交到你的手里 好不好 我们女嘉宾把二位马拿出来 大大方方的给你 如果说你愿意牵手成功的话 就扫女嘉宾的二位马 就像你说的 咱们先从朋友做企业 做进一步的了解 如果说不愿意的话 两个人就这样礼貌道别就行了 好不好 我数三二一之后 两位给我最后的决定 来 好 来 两位请准备 把手机拿出来 三 二 一 请选择 男女嘉宾呢 最后算是牵手成功 先从朋友做起 一步步的去了解对方 我要说心里话的话 我认为男嘉宾可能觉得 女嘉宾还不是自己心目当中 最理想的对象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她今天一整天的相亲过程 维持了非常好的礼貌和风度 比如说射箭的环节 你可以看到 她并没有一上手就去教女嘉宾 而是在女嘉宾实在是 学不会的情况下 经过了女嘉宾的同意 才跟她有身体上的接触 其实这些细节 都是非常打动人的 最后呢我想说 今天的节目可能看起来 给人感觉没有那么跌宕起伏 除了刚开始我们放鸽子的 男嘉宾的精彩表现之外 这个精彩表现是要打引号的 实际上我们的凡人相亲 就是这样平平实实 平平淡淡 但是平平淡淡的东西才是真的呀 好 那在这里呢 也要提醒电视机线的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更多今天节目嘉宾的个人信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热线电话 8805 8805 你也可以直接到龙湖新衣街二楼 凡人有喜 线下服务中心报名 还是那句老话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有喜 我们等你 她是开朗活泼的语文老师 所有的同学们 不去hands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好吗 对于爱情 她有着这样的期待 我对爱情的憧憬 就还像是那种 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一样 我觉得 女嘉宾的热情直接 她会如何接招 我想要我喜欢的人 可以把我举起来 男嘉宾究竟说出了怎样的话 让她的态度又如此转变 比较符合我对 这个我对象的那种期待 不是特别坚定 继续还是不要继续 两人的亲密互动 又能否化解女嘉宾的顾虑 带气氛的能力很强 表现得很不错后来 面对男嘉宾突然提出的观点 她会接受吗 不想在三十岁之前结婚的 原本一见钟情的两人 最终能否顺利牵手 凡人有喜 下期为您敬